41岁最美女演员患癌去世,偏嫁两岁儿子,陈道明在她葬里放声大哭。 41岁最美女演员患癌去世,偏嫁两岁儿子,陈道明在她葬里放声大哭。 人生在世,世事无常,娱乐圈也是如此,娱乐圈里英年早逝的明星很多。 当年李小龙去世,全世界的影迷都感到惋惜,还有黄家鞠、张国荣、梅艳芳、邓丽君等,都是在国内和国际影响力很大的艺人,可都是天度英才,英年早逝了。 这些都是港台明星,在大陆其实也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演员,她去世的时候也有很多观众和圈内好友为之落泪,她就是李圆圆。 李圆圆1961年6月18日生于山东济南,原名李圆圆,国家一级演员。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。 1989年,李圆圆在上海的早晨中饰演三一泰成名,后来又和陈道明合作出演了《围城扮演苏文丸》,这个角色让李圆圆开始有了名气。 1998年,1998年因主演电视剧《香港的故事》中女主角郑阿代荣获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英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1998年,李圆圆,李圆圆长得漂亮,演技也非常好,在圈内外都备受好评,她为人和善,圆非常好。 1998年,李圆圆也像常人一样结婚,39岁的时候李圆圆怀上了孩子。 2000年9月去医院做产检的时候,李圆圆被查出患有宫颈癌,医生让打掉孩子,接受化疗,但李圆圆坚持将儿子生了下来,之后她一直和病魔作斗争。 2098年,没想到2002年10月20日19时40分李圆圆在北京病逝,中年41岁,这时候儿子才2岁。 李圆圆的离去让众多圈内的好友纷纷落泪,特别是陈道明。 李圆圆和陈道明合作完成围城后,成为了非常铁的朋友,陈道明在知道李圆圆去世后,在电话中就哽咽起来了,后来在李圆圆的葬礼上,陈道明既不成声,放声大哭,哭晕了好几次,称自己很后悔,当时没有劝阻他放弃孩子去做化疗。 李圆圆对自己的事业总是不放弃,努力地追逐住,在对抗病魔期间,李圆圆也一直坚强地对抗病魔,在观众和亲友的眼中,李圆圆是坚韧的,有毅力的女性典范。 李圆圆圆 李圆圆 李的选签 李圆圆 卡 李收cill 。